今天对比一下制造打蜡分布夹克的两台公司 巴布尔和菲尔森 巴布尔以日常休闲和狩猎穿布为主 而菲尔森拥有比较多的活动选择 比如说钓鱼放牧和基于特定行业的选择 比如说伐木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品牌刻意要传达的一个形象 从外观和材质来看 菲尔森 Cover Clothes的8盎司夹克和巴布尔主流的6盎司的打蜡夹克 看起来是合适的竞争对手 由于我目前手上没有8盎司的产品 所以好奇上网看一下产品评论是否值得入手 值得提醒的是菲尔森有部分产品已经外包斯里兰卡和印度生产 我知道大部分买家还是比较注重产地的 不过菲尔森的终身保修政策还是一样的 下面我拿美产菲尔森15盎司的Tin Clothes和巴布尔6盎司打蜡夹克进行一下比较 巴布尔的silk oil面料很柔软 而菲尔森的Tin Clothes夹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保持相当硬挺 Tin Clothes的防刺特性使其非常适合在树林中徒步旅行 荆森不会穿透它的蜡质厚度和本身的材质 Ishbee的灯芯容易领格斯尼衬理和可调节的背面双开刹 比菲尔森的粗犷风格增加了一些时尚元素 Ishbee的修长版型可以作为西装的外套来搭配 巴布尔在雨水和日常使用的情况下会出现油辣褪色的复古效果 这也意味着你可能需要重新上蜡保养 官方建议至少每年打一次蜡 菲尔森Tin Clothes吃去蜡的部分显得很干 变成特有的黑化效果 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过如何给菲尔森上蜡 巴布尔如何上蜡大体上和菲尔森是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要看一下你衣服衬理的保养说明 适合哪种蜡来保养 巴布尔的4盎司的轻量化的夹克和经典的6盎司夹克 使用的蜡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一键三连哦